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我们的老朋友Jerry来我们这边玩 听说他带了一样比较神秘的食材 我们一起来制作这个菜肴 我们去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How are you? 这里是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 这是我们的火炬重不重 这么重? 对 这里有差不多12斤 他知道 那今天我们需要你帮忙,好吧 OK 美国的火炬没有头 为什么没有头 因为如果有头没有人要卖 为什么头不能吃吗 美国人怕看头 怕要看得头 那是什么 鸡屁股 头在里面 有吗 有头吗 那个是头 正正奇迹的时候 还就是脖子 这是头吗 大家好,我是郭杰雷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刚 那今天我们要教你做一个很有名的美国菜 这个菜就是我们把这个鸡放在鸭的肚子里面 然后把这个鸭放在火鸡肚子里面 那这个火鸡是差不多12斤 这个鸡是1斤 这个4斤 4斤 所以一共你的数据好不好 不是 所以一共多少 12斤 1斤 13斤 15斤 15斤 不是 不是 7斤 对 对 17斤 鸡是50块 嗯 鸭是50块 然后这个 都是在超市买的 那火鸡我们在草宝买的 超市没有 所以这个火鸡是250 250 350 350 350 一共350块 所以那这些上手我们吃的 所以我们不是每天吃这个 还有我们不是每个月吃的 就是我们 过年的时候 你跟 你跟你的家里在一起吃这个 Thanksgiving 和生酸点 我们都吃这个赛 哇这是国外的春节 对 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这个 这个很多菜 这个可以给五个人吃 六个人吃的菜 这个菜叫 Turdu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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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还是要你要他看起来像火鸡 所以我觉得你 我看了很多你的视频 你真的会切 所以这这这这 这这这这这不放我 我真的想要你 我试一下 试一下 好 我还要 天咱们 那一这 这这这 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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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一样的方法做 做鸭 所以我 透不鸭 我觉得鸭应该比这个 更容易一点 因为它香 那这个 这个太大了 你做这个非常非常快 有人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做这个 如果如果我切有可能我们需要用来 不是不是这事情的问题 有可能我需要我们需要用几只火鸡 为什么 因为我第一个第一只切的不好 如果大家要做这个菜千万不要买乌鸡 因为乌鸡太瘦了一点肉都没有 你看 没有肉 就这里一层皮 所以没有肉 在美国我们做这个火鸡 我们把很多其他的菜放在火鸡肚子里面 比如青菜土豆 其实都没有很非常大的味道 但是在中国我们应该要用中国的方法 所以今天我们要把什么调料什么菜 放在这个里面 调味这个你就交给我来处理 我这边有火锅底料 麻辣的 能吃吗 能吃 你觉得最好吃的我们要用 现在呢我给Jerry调了一个酱油 等一下抹在那个鸡上面 还有咱们这个火锅底料切碎了之后 来代替他们在美国用的一个调料 也同样是给那个鸡调味了 现在我们先把它切碎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第一个做这个 没有其他人做这个 一块也没那么多 现在切出来这么多 一大碗 可以拿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这个火锅底料的咸度可能不够 我点酱油 我调那个酱油 你抹上去它鸡肉里面会 会鲜入味一些 我用我的手 用手这样 轻轻地拍 可以放到这里 轻轻地拍 不用太多 就这样 站在手上面 这样就可以 慢慢来慢慢来 全部都有 你帮我拿鸭子 这个鸭子 对 哇 是这样吗 差不多 对 把它放上去 对 你知道 你知道会好吃吗 我觉得应该好吃 我们现在要让它包回去 我们要它看起来像火锅 对 我包回去了之后 你用绳子绑吧 我刚看了你们那个做法 对 这边把它包起来 不知道包不包得住 差不多这样 哦 差不多 差不多 OK 看下一层火鸡 你再来一次 我从来没有做过火鸡 接着今天带一个火鸡过来 用美式的方法 然后用我们自己的调味方式 做出了这个五花 大绑的一个鸡 嘿嘿 里面有套一个鸭子 然后最里面还有一个乌鸡 这不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做的火鸡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做的这个鸡 然后我们用了 中国的方法 用中国的味道 做这个 你觉得好吃吗 我觉得 首先从味道上来讲的话 肯定好吃 肯定好吃 我也觉得肯定好吃 因为我们两个人做的 你等我了 Jerry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重吗 很重 那你帮我看 四个大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对四五个小时 差不多了 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我看一下 我怕零点应该没收好 看样子的话是熟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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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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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切开 切开 切切 你确定 你确定我就切了啊 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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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熟了 好香啊好香啊 要不要先尝一点今儿 我们来 闻起来麻辣味道 什么 麻辣味道 有一点 我先尝一下 你看 看这个怎么样 这个皮很脆 这个皮很脆 这个鸡肉感觉很老 你看 这个肉成一丝一丝的了 是 火镜就是这个 味道很有味道 我觉得火鸡跟那个 我们这边的那个家鸡没什么区别 就是这个肉特别老 对 就是这样 不嫩 这个乌鸡的肉 比火鸡肉好吃多了 就是它会很嫩 因为它这个乌鸡放在里面 水分流失的不是特别多 这个火鸡在外面烤的皮很脆 所以就会水分流失多了 就会很老 木槿和鸭子比火鸡好吃 但这个放烤箱里面 还是第一次吃 你记得那个皮肤好吃吗 皮肤 试一下 嗯 试试 嗯 皮肤可以 皮肤好吃 皮肤好吃 很脆 很香 这一次做的不是很成功 嗯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可以 每个人喜欢吃比较干的 干的东西 我跟你说 每个美国的家里 他们 他们过年的时候 他们 Christmas的时候 他们做吃这个 如果没有火鸡 没有过年的味道 没有Thanksgiving 没有Christmas的味道 然后我们过年这边 就像必须要吃香肠 腊肉 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个鸭子跟鸡的味道差不多 但是要比外面这个好吃一点 我觉得 所以你们真的觉得我们吃的火鸡不好吃 啊 这是我们美国的特色 因为可能我们的口味跟文化不同 对 对我觉得里面的那个鸡更好吃一点 我现在 我觉得有可能我们的火鸡没有特别好 但是现在 我比较喜欢吃北京烤鸭 我觉得五鸡肠好吃 我觉得你来我们这边被同志化了 这个我觉得不怎么好吃 明天我带你去吃我们的豆花 我们自己做好不好 用黄豆泡水 然后磨成姜 磨成姜再煮成豆花 我觉得应该更好吃 应该比这个好吃 好 那我们今天休息吧 好好好 那我们走吧 拜拜